与笔法中 广大圣洁 获大欢喜 光为他说 常要修行 这是经文 这瓜佛里都说了 以上经文 接触唐一本的 与笔法中 这个法 金宗法门 极乐世界 无量受佛 从他这法里头 生起广大圣洁 广大圣洁就是 大圣洁大五 车五之后 你看到这个金 字字句句 含无量意 一字一句 说一句都说不完 请佛来说 佛讲这个金 集结成文字 浓缩成一个点 好 这个点不可思议 微妙到几处 每一个点 都是自信 真心 字字字句句 皆寒无量意 有同有别 有同有义 像万花童一样 千变万花 千变万花 永无止尽 妙不可言 美不胜手 所以你获大欢喜 广为他说 就像讲大方光华严谨 说不尽的 我们讲花严谨 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才讲到十足评 大概五分之一 后面群经讲完 我估计是两万个小时 真妙 哪个大学过程 有两万个小时 就是这部经 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标准 一千两百个小时 大概在学校里 没有这个过程 有六百个小分的 六说 我们这个第二遍 那第三遍讲的 会比这个更精彩 越讲越精彩 什么道理呢 越讲越欺负 所以这个精致妙 这些妙子 你永远都不厌 永远讲不倦 这太妙了 辨辨不一样 不像世间术就那样的 你讲不出第二个样子出来 辨辨不一样 活的 这就是真实智慧 真实慈悲 真实的方便 方便就是微妙不可思议 光为他说 常要修习 这个修习 没有一点勉强 欢喜 哪有强迫的呢 持戒修订开会 快乐无比 一般人就是 持戒这个很受罪 受限制 不是快乐无比 佛事叫我们利苦得落 怎么会叫我们受罪呢 我们修学 烦恼没有放下 没有入境界 受这些约束 好像很痛苦 祝福菩萨 你看 条条界 他都遵守 释迦牟尼佛制定那些戒律 你看哪一条他翻过 他快乐无比 持戒是快乐 不是惹麻烦 不是 修订定那些戒律 亲近之路 是真路 智慧是发息充满 所以自自然然的 你会非常欢喜 去休息 和畅 有机会 隐约 伤广 和畅 遍 不 辅 感谢观看